各位觀眾大家好 中國的遠實力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外國的網紅 他們來到中國 非常之開心 又玩又吃 又感覺到 City Boots City 飛鏟City 這句說話簡直是姓為業話 我自己也拍了一段影片有關保安的 City Boots City 其實我們看到 當你真心去體會內地的整體發展 令大家感覺到非常之不同 今天就請傑哥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外國的網紅 來到我們國家 發現了什麼 我們覺得很平常 但是他覺得很驚奇的東西呢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戴衛sir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 看廣告感謝大家的支持 傑哥你好 早安 戴衛sir好各位觀眾好 早安 之前戴衛sir和A軍都做過一個節目 關於外國的一些網紅 來到我們國家的一些見聞 我這裡補充一點資料 跟大家再深入一點說這個問題 很多人在網上說 這是一個 頂級的陽謀 又或者是國家大戰略 是一個天才的計劃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細節 如果說出來的話 我想大家會覺得 這個不只是頂級陽謀那麼簡單的 首先就是一個 大家會有的錯誤 上半年來計 有1400多萬的遊客 到中國 其中有800多萬 是透過這個免簽入境的 那這個數字呢 就比上年同期 就增加了很多很多倍 那感覺上好像很多 其實是 不是的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來的 那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尿吶位呢 就是 其實在 2023年的上半年 其實計正常來說 對比正常的遊客量 其實是暴跌了95%的 那你在這個基礎上來計 它今年2024年上半年的增長 其實是補回 差額而已 因為正常的年份 才有對比的價值 我們用正常的年份 2019年 就是疫情之前的數字來比的話 其實 今年的遊客量是少了的 因為2019年上半年的入境遊客 其實是有1500多萬 其實中間差了100萬 但是我們看回那個外宣 和我們在譬如上海 在北京的感覺 為什麼會不同了呢 就像這麼多的老外在這裡 其實那個 分別呢 就是在 入境的國家那裡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 大部分的入境的旅客 是來自於 譬如柬埔寨啊 緬甸啊 越南啊 等等這些東南亞地區的 那今年的入境遊客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一些 譬如日本啊 英國啊 美國啊 澳洲啊 加拿大等等 所謂的發達國家那裡來的 我不是歧視 只是說一個事實 就是這一幫人呢 他們那個 在網上的輿論的影響力 是的的確確比 東南亞的遊客 或者東南亞的Youtuber 比較大的 所以他們在網上發的片 聲浪就大很多 大家在街上撞到 紅蘇綠眼的這些 腦外呢 其實那個機率就會多很多 其實分別在這裡 這個免簽政策 其實也都 行了好幾年了 為什麼會現在才會 有個成果出來呢 其實除了我剛才說的那個 入境的人的國籍 不一樣之外 另外就是 就是那個大風向不同了 那個大風向就是 那些腦外他們用的一些平台 他們自己都感受到一些平台的限流 就是譬如 以前他們用Youtube多的 Youtube其實有很多關於 英文啊 就是那些腦外在 中國拍的一些見聞 他們有放上去的 其實一年持續這幾年都有的 但是因為Youtube本身 它那個限流的一些 設定啦 始終是別人的平台 那其實中間有很多 就是描述 中國好的片子 其實是沒有辦法得到 很有效的傳播的 那這幾年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TikTok的興起 第一樣東西 因為TikTok 就是腦外用來就發覺 有些東西在Youtube上不能說的 但是TikTok上是可以說的 是真真正正的言論自由 例如現在的 就是 耳巴的戰爭啦 是不是 譬如一些 魷魚人做的一些傷天害你的事啦 你在Youtube上是沒有辦法出來的嘛 但是TikTok上是可以的 那反過來講 那些腦外就會知道 這個平台 其實他們親身感受到 上面的一些行流 那他們會 就是有一個意識在那裏 那另外就是 其實在之前 中國拍片的外國人呢 絕大多數 其實是一些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來的 他們在中國住了很長的時間 那他們拍出來的片呢 其實是有一種 很安全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他們知道中國有些什麼好 也都知道中國的人是怎樣 知道中國那個 運作的模式是怎樣 起碼是那個付款二維碼 他們是知道的 怎樣用 還有他們是 就是怎樣說呢 在那裏住了那麼久 其實他們 我想當他們半個中國人都沒有錯的了 就是他們又會講普通話 又懂得看中文字 有些 有些甚至是娶了一個 中國的太太 譬如我自己經常看的一個英國的老國 他叫Mr.有意思 那麼他的胖子很長 又不知漢寶王啊 那樣那樣 總之他是一個 在今天計劃在中國住了 整十年的一個 英國老外 他娶了一個貴州的太太 在貴州那裏住 還生了一個兒子 其實他一直都有拍一些 描述中國美好一面的 或者真實一面 不是美好一面 是真實一面的短片 其實那個流量不大 你看回他在YouTube上面的那個頻道 就大概都是幾千 撐了一萬 那麼最多人看的是什麼呢 是一些他在疫情期間 將中國的某一些片 拍上去 即是他自己一常生活 還有就是 他將中美 中英 中印 一些環境做對比的一些視頻 還有他扮BBC 街陰間類鏡的那些視頻 其實是相對比較多人看的 當然他起的標題就很驚悚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腦袋 就按進去YouTube的頻道看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想說的東西 就是那個標題性 你發覺現在在YouTube上面 大紅大紫的那些China Travel 那的片呢 其實很多都是一些很驚悚的標題來的 我的驚悚的意思就是不是說 講中國是怎樣 差 其實那個問題是他們是說 跟他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很多拍片的開頭已經講了 就是他們在傳媒 在他們的政府上知道 中國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來的 就是他們 預料了有一個被監禁 被扣留 被調查 的一個 這樣的經歷 來到中國 甚至是覺得這裡的人 是很愚昧 很 很不文明的 他們已經有了一個 好像荒野求生的這樣的經歷 才來中國的 他們已經是有一個這樣的心理準備 來獵棋 他們英文字就說是 adventure 又或者有些是講到 他們自己的心理狀態 很nervous 很scare 來到中國 他們用這些形容詞 很害怕很擔心的 我看到有一個好笑的 他說甚至連空氣 他都擔心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他戴著口罩 想著來全程 戴著口罩來遊中國的 誰知道來到就是另一件事 這些其實是一些 很吸引的一些字眼標題 令到很多外國人 是卡進去看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體驗來的 跟你原先狗居在中國的外國人 拍出來的不一樣的 他們有這樣的優勢 這個優勢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頂級楊謀 那個楊謀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這件事本身是有流量的 你說中國的壞事 在外國是一定有流量的 但是反過來你說一個獵奇性的這些視頻 在外國的流量更大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好奇心 所以他們就開始了這個 China Travel 或者你可以這樣說 Adventure China的一個 這樣的視頻的熱潮 這個在外網上的的確確是 掀起到一個熱潮 如果你在YouTube那裡看到 你就會知道的了 即是那些YouTuber本身 即是那些旅遊性的YouTuber 他們可能的訂閱數是只有幾萬的 但是一講到剛才我講的那些話題 那些標題的話 那個view數是可以彈到幾十萬的 所以是證明是 那個流量是很大的 有很多人會說 他們來到這裡看到很多不同的基建 很摩登的城市 City, Good City 那我自己其實有一個更加重要的點 我覺得是 有人提到的 那些YouTuber有拍到的 那有一個重點 那我在一個 就是這些 外郵的一些頻道 下面的評論 我看到一條 我覺得很有代表性 它就說 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 是因為 有很多攝像頭 在英國那裡 有全世界最多的攝像頭 那英國倫敦安不安全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在攝像頭 是在人那裡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中國人 就是這麼多片 拍出來 有一個共通點 最吸引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中國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就是 如果你看回他們 來到這裡 就是我講一些外國的YouTuber 他們來到這裡看到的 最Sharp 令到他們最震驚的 就是中國人 這個是真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會覺得 你這些外國YouTuber 肯定是收了中國政府錢 來拍攝 但是你看回 你看回片的內容 你就知道 這些沒有可能收了錢去做的 我給幾個例子給大家 其中一個就是 日本的 一對小夫妻 他們打算 環遊世界的動物園 第一站就選了中國 因為那個 144小時的免簽 他們來到之後呢 去上海 即是上海是一個新手村 所謂的 他們去找自己的酒店 但是呢 因為我想他們的導航的問題 可能他們什麼都沒有搞 連那個 VPN都沒有安裝 那個女士 就是問路 問路 問路就變成了大路 那個女士就帶她去找酒店 去到那間酒店呢 就發覺原來 不住得的 就是他們跟我 舔了一樣的東西 就是訂酒店的時候呢 沒有選擇 就是沒有選擇 去招待外國人的酒店 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外網都訂到啦 那間酒店就拒絕了 不讓他們住 之後這個上海的女士呢 就帶著他們 去這間酒店 去第二間酒店 第三間酒店 去逐間酒店問 可不可以招待這兩個日本遊客 那你就會發覺 這個這麼溫馨的故事 為什麼會在 中國街頭出現呢 那這些是一些 過例呀 還是一個普遍的事件呢 那你再看其他頻道 你就會知道 這個其實是一個普遍的事件來的 那我看過一個澳洲的一位女士 那她其實第二次來中國的了 第一次二、三年的時候她來的 她當時什麼都不會搞 那去上海 那她買到一隻 她很喜歡的杯 那70元人仔買到 那第二次來呢 就來廣州 那這次來呢 她就又想找回 同款的杯買 那但是呢 她問那些店 全部都是270元 280元 她就一路周圍搭的呀 走呀 問商場呀 一路這樣問 問人家哪裡可以賣這個杯 那中間經過很多 或者面對過很多的中國人 每一個對她都很友善 很善良 那很主動去幫她 她怎麼去找她那個杯 心裡面那個價格 有些人教她怎麼用淘寶 那你發覺這些就是她拍到的過例 那其中一個小插曲就是 她拍到地下 有一個宣傳廣告牌 就是說 賣VPN的廣告 那VPN下面就教她們 怎麼用WhatsApp 怎麼用TikTok 她發覺很驚訝 原來這邊VPN是可以 這樣做宣傳 不是發力禁止 不用得 中國人不是不可以自由上網的嗎 為什麼可以做賣VPN的廣告 她自己都很驚訝呀 那跟著呢 就是這些 她全集數都是在看著她 怎樣去問路 怎樣去找那隻杯 那邊有可能是 給錢 她叫她拍的片 我給錢 她 我都叫她 麻煩 退錢啦 是不是 你這樣拍怎麼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收錢來宣傳向中國 你現在拍一些摩登建築 拍那些著名景點 怎麼會去周圍逐個商場逐個商場問路 是不是 這些就是我講的 就是沒有可能是可以說收錢去做 一定是她們發自內心 而且其餘 她覺得中國人是最美的 所以她將整個過程剪出來做成一集 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另外一個超級經典的畫面 不知道戴衛尚有沒有看過 就是那個英國的年輕人 跟一個北京老大爺 喝酒的那段視頻 那段就是超級經典 她話說有一個英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她和她不知道女朋友還是太太 總之她是女伴 去到北京的胡同那裏 那個英國年輕人 她懂得兩句簡單的中文 即是那些你好呀 吃了嗎 那些這樣的 她口癢去到一個胡同那裏 看到兩個老大爺 坐在那裏吸煙 她就走過去問人家 吃了嗎 這樣打招呼 那老大爺就說我吃了 那用普通話問她 那你吃了嗎 那她說完一輪之後 她就表示自己肚餓了 她沒吃 那老大爺就指她前面轉彎那裏 說那裏有煎餅 很便宜很抵食 10元有兩個 夠你兩個人吃的了 叫她去那裏買 於是這個年輕人 她意護到 走了去那裏 那在買煎餅的店隔壁呢 她就見到一個宅貨店 那順手在那裏就買了一支白酒 那她買煎餅的時候呢 就特地買了兩份 打算拿一支酒 和煎餅一起 去請那個老大爺一起吃 那她去到坐下的時候 就是去到胡同 回到胡同 找回那個老大爺 坐下的時候呢 老大爺說她不喝酒 於是乎呢 就邀請她們坐下在那裏 慢慢喝酒 即是她們兩個喝 叫給個位子他們坐 坐下坐下的時候呢 她忽然間就拿了些 即是回到那裏拿了些下酒菜 即是那些花生米呀 蠶豆呀 豬膩呀 還有一盤我也不知道什麼 類似肉凍的那樣的東西 請這兩個英國的年輕人吃 然後請她的時候 因為這個英國的年輕人 她不懂得怎樣喝白酒 她就在那裡奸杯奸杯 一口過就喝光了 一杯就 那老大爺就很緊張了 哎呀白酒不是這樣喝的 是要吞的 吞酒的 不可以這樣喝 這樣喝會醉的 但是她說的是普通話啦 那這個英國人其實她聽不明白 那一路在那裡搞了很久之後呢 那老大爺就自己親自下手 就是她拿杯來教她怎樣喝 那這個年輕人就明白了 於是大家就不知道怎樣聊天啦 又聊聊她多少歲呀 又聊聊那些煙 但很奇怪的就是 他們兩個是沒有用 即是那些所謂Google Translate 那些翻譯原言的 一個講英文 一個講普通話 那那個老外呢 其實她懂得一兩句最簡單的普通話 即是 剛才我講什麼 你好呀 恆貴呀 不要呀這些咯 但是她們兩個當然是聊得來的 做了好朋友的這樣的感覺 那聊聊的時候呢 那我見那兩個大爺就兩個在那裡說 原來他們是這個胡同出生的 這個是一個中國人是最好的 即是他這樣說 可能喝大了 就說 這個是一個胡同的文化 就是我們好客之道 這個是中國的文化來的 中國人很平和 很有善的 就是希望大家做到好朋友 類似這樣的說話 但是那個英國人是完全不明白的 就是他就不停重複胡同呀 總之他就不明白他說什麼了 但是神奇地就是 去到差不多最後的時候 英國老哥就用Google Translate 拿出來 那他其實就 就是用他的英文 對著那個Translate 就播了一句說話出來 就總結一下大家今天的行程 就是那個經歷吧 竟然這段說話是跟剛才那兩個老大爺說的 是經典地相似的 就是都是關於什麼Hospitality呀 就是那個Chinese culture 就是那些關於中國的好 就是逐番中文就是關於那個好客之道呀 就是中國文化呀 是這樣的 就是很神奇的 你看到那個點 就是我們叫做怎麼樣呢 就是那些中國網友叫做跨復聊天 就是竟然大家用不同的語言 就是最後一個結果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都是感受到那個好客之道 就是中國文化 就是兩邊要做好朋友 其實這個是很特別的一件事來的 就是當然啦 後面有一個小插曲啦 就是那個女伴就拿個手機出來 也都Google Translate 就說 不如我們可不可以用微信支付 就是給你一些錢作為小小心意這樣 結果那個老大爺立即生氣到大眼睛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這樣 英國老公也立即道歉 他說我知道錯了 我們是朋友這樣 老邪 其實就是這件事很特別的 整件事 就是我為什麼覺得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可愛呢 就是中國人的特質是什麼呢 其實中國文化是什麼呢 其實有時候這些就是我們說的軟實力 我們說的中國人的一個對外的展示 一個自信的一個體驗來的 就是你看那個北京老大爺多麼自信 就是我介紹你吃 就是請你吃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是朋友 就是你是外國人 就是我怎麼對你好客之道 我絕對不會收你錢 因為我們是朋友 就是其實這些東西是很有感染力的 就是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講 那這些在外國來講 就是我想是比較少預見 我猜 就是我不敢說一定沒有了 但是當然了 就是你說這個這樣的過例 在中國內地來講 是不是普遍呢 這個我覺得相對比較難的 因為始終要在北京 一個老胡同裡面 才有這樣的這樣的自信 就是你北京成天子腳下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那麼另外一個有趣的點就是 就是這些片呢 其實在外網上面的流量是大 反過來有人是把這些片 是搬回到中國內地的 就是一些視頻頻道平台上的 它的流量一樣都是這麼大的 那證明 就是有人叫這個電子炸菜 那其實某程度上來講 其實是符合到我們中國人民的需要 也是好事絕對是好事來的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國是一個很平和的心態 很多市民都都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走極端的 一部分人是極端的熟愛的 覺得外國什麼都好的 我對很多外國人都有留意的 那這些片其實在內地的網絡流行 也都給大家一個機會 就是去認識到外國和外國人 因為在一些外國人的口裡 說的外國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是真實的 說的外國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是真實的 就是他們又不會怎麼去造假 怎麼去吹奪 對自己的國家是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都會說回中國是很摩登的 對比自己的國家 中國的地鐵對比自己的國家是很乾淨 就是很先進的 就是其實有些人看回就會有個互相理解 還有剛才我說的 就是他們對中國人都很友善的 就是來到之後 其實就是大家起到一個作用 就是我覺得比用陽謀 或者用所謂什麼神仙局等等 我覺得這些形容更加好的一句說話 就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我覺得這句說話是最好的形容 整個事情 就是這樣 我那條影片 我在B站找到 都很長 整個小時四十八秒 那條影片 就是略略看過 就覺得那位年輕人 和我們老大爺 那位老大爺 看上來年紀不是很大 但是呢 就非常親切 不懂英文 和講英文的 在互相溝通 那個過程其實 挺好趣的 那我相信 由古至今 我們中國人在太平盛世裡 當然會有好客之道 那當年 我們知道 八國聯軍入了北京 那我們真的嚇了一條 為什麼那些洋鬼子可以做成這樣呢 人民是善良的 那也 浩客精神 是我們 一向都有的 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貧治遠方來 不亦樂父 我們去到任何地方 包括今次去上海 尹昌宿 其實都是一樣的 有貧治遠方來 不亦樂父 吃飯 陪你 聊天 誰請誰 其實無所謂 你要付錢我 嘩 這個就真的 你對我不住了 因為大家都是朋友 見到面 我們當然會 互相相識一下 那我看看 過去的一個資料 其實2019年入境的外國人 就有 4910萬人次 超過三分之一是 觀光休閒 現在 2024的上半年 最初五個月 據問是 有1460萬人次 的外國人入境 免簽的 喂 不好意思 喂 聽到 聽到 剛剛的電話進去 好 再說 那 到了 2024年的上半年 就 大約有 1460萬人次 的外國人入境 免簽的入境 人次 達到 850萬 免簽的一個數字 幾驚人 佔比 也是超過一半 其實 現在推動 整個免簽 我覺得 對我們中國 可以打開大門 讓外國朋友知道 我們究竟是 一個什麼的生活 什麼的環境 其實是 帶有好處的 現在 大家看到 雖然 世界上高 政治緊張 很可怕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沒有問題 因為 人民的生活 和政府的行為 有時候是 南緣不辭 最重要的 就是 西方看到 我們現在 整個的大環境 和西方那種 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現在 是少年高長 以及 對中國 極進活黑 但是 我們 對很多 外來的朋友 我們是 很友善的態度 我覺得 以前 我印象 以前 我們經常在街上 見到 我們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 在內地國內 有很多不同的標語 現在 相對來說 真的少了很多很多 是不是 傑哥應該很深的感受 為什麼會少很多呢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 我們已經達到一個 不錯的水平 尤其是在教育上 又不需要一些標語 口號式的宣傳 我覺得 這是 對於西方人來說 沒有那麼大壓力 他可能也看不明白 以前 有計劃生育 有文明 各方面 好像都是要一個教化的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 這個 就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 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 真是抱著一個獵奇的心 但是 這個獵奇的心 來到這裡 其實他的感覺到 不知為什麼 全都放鬆了 我相信 結果都有這樣的感覺 當年 80年代 90年代 的時候 我回內地 回深圳 我也很緊張 快點回深圳 快點回香港 現在今時今日 不是 今時就是 多留幾天 或者是 深圳 或者內地 那種感覺 就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強烈 因為 人民是最美麗的 如果你說 這個環境不錯 但是人民不友善 那 對不起 你也不會想在這裡 住下去 因為你出到外面 你看到的眼光都不同 別人當你是水雨 又或者對你很不理貌 好像跟你很仇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 內卷還內卷 但是 我們對外的好客之道 我們也是有的 原因就是 我們是需要 和 世界交流的 而且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很友善的民族 現在大家看到了 我就期望 在下半年的時候 會超過五千萬 這個數字好像很驚人 但是我相信 那天宣傳 是會很厲害的 是不是? 傑哥 交給你 是啊 沒錯 就是 順便說多兩句 其實我們以前 零幾年的時候 回內地 真的很 提心吊膽 我記得 那時候 有些朋友 大膽一點 就說 不如一起回去 我們再去一下骨 Buch 走吧 買一下東西 上面的東西很便宜 然後另外的朋友說 不要回去 上面回去很危險的 你去馬上也被人租 有的就是說 上面的人 怎麼做爬手 練一些爬手 就將那個銀包 丟到滾油裏 然後合格的爬手 用到滾油裏 拿回那個銀包 你想想 這個挺好笑的 當時 我們上去 就真的很害怕 背囊一定是放在前面 大盡量小的現金 現在回想起來完全不同 現在上去的感覺上是不一樣的 好像回到家一樣 很溫馨地在街上走 走到幾夜都不怕 買東西又便宜又方便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外國人在內地生活是怎樣的情況 我在上海也看到不少 外國人在街上走來走去 那種感覺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你會看到很多外國的招牌 但裡面沒有中文 我覺得非常特別 亦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的包行性 所以我們再找時間和大家聊一聊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感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拜拜 拜拜 正呀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